歡迎收看白宮意見 我是張晶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白宮樓 他任內第一次踏入白宮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推動對中國的芯片出口限制 在訪問美國之前 岸田其實已經反覆表明 日本將全力配合美國要求的意願 而對於岸田來訪 拜登更是給予僅次於國事訪問的高規格待遇 拜登給予岸田文雄和烏克蘭總統 責連司機同等待遇 在白宮的南草坪鋪上紅毯 親自到場迎接 而不是向其他多數的領導人 訪問白宮時 都得要自己走進橢圓形辦公室 才能見到拜登 這回拜登可以說給足了岸田面子 連菅義偉都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 有些觀眾可能忘了菅義偉了 他是岸田文雄和安倍晉三之間的 日本首相 當時拜登還是戴著兩成口罩 見菅義偉的 總之為了表現美日同盟堅若磐石 原先看著稿子唸稿的拜登 在唸到重點時抬起頭 指著岸田說 這回岸田訪問美國究竟取得了什麼成果 而在白宮我又有什麼觀察呢? 另外巧合的是 只要日本首相訪問白宮 拜登的運氣好像就不會太好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讓白宮意見從獨家的視野告訴你 先來談談岸田文雄為何訪美吧 眾所皆知 日本將在今年中 與遭受過美國原子彈襲擊的廣島 舉行七國集團峰會 把這視為巨大政治任務的岸田 從1月8號開始 就馬不停蹄地訪問其他七國集團的國家 他先後去了法國、義大利和英國 不清楚為什麼沒有去德國 然後在北美領導人峰會結束之後 在週四去了加拿大 今天當地時間的週五來到了美國 這是最後一站 主要的目的之一是談供應鏈和芯片等議題 順道一提 我才從墨西哥採訪北美峰會回來 談了不少美加莫三國 要將芯片供應鏈從東亞移到北美的議題 歡迎回看 總之 美國這回是高規格接待岸田 除了沒有讓岸田像是澤連斯基一樣 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說以外 其他的待遇都相當的類似 那都有哪些待遇呢 首先 岸田為了感謝美國的招待 投桃報禮 岸田一大早是特意去到美軍的 阿林頓公墓 向陣亡的美軍獻花鞠躬 然後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在其官邸為岸田辦了早餐會 兩人共進早餐一個小時 然後 拜登原先來預定在岸田吃完早餐後的 45分鐘 為他在白宮辦午宴 但似乎兩餐的時間有點近 拜登推遲了午餐的時間 在岸田吃完早餐一個半小時之後 才開始閉門午宴 在這之前拜登在白宮為岸田舉辦了歡迎儀式 在橢圓形辦公室貢獻了記者 不過場面有些混亂 美國的攝像和日本的攝影互不相讓 因為日本媒體一直比較 怎麼形容比較好呢 比較猛一些 我在奧巴馬時期就報導過日本攝像 為了搶位置猛撞橢圓形辦公室的牆 聲響之大 奧巴馬都震驚了 特朗普時期還有過差一點 砸了白宮的古董花瓶 白宮官員出手扶助才沒有釀成悲劇 這次還是好一些 說到這 兩人簡短講話時 能夠感覺到兩人對彼此關係的認知 似乎有些差異 拜登一開口以首相相稱 而岸田則是開頭結尾 屢屢親密地稱呼拜登 Mr. Prime Minister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Welcome Joe 大変 温暖的歓言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Jo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ose warm words of welcome 2023年 新年を迎え 私も総理大臣になって 初めてワシントンDCを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そして大切な友人である バイデン大統領と こうしてお会いできますこと 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As we enter the new year of 2023 I am pleased to make my first visit to WASHINGTONDC a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o have this meeting with you Joe my dear friend 在訪問白宮之後 岸田去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說 然後到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進行訪問 之後則是訪問了美國的國會 一天內行程滿檔 最終岸田都收獲了什麼呢? 如果你有印象岸田在日前發表 安保三文件時 特別強調日本將加強在太空作戰等 星星領域的作戰部署 這次岸田訪問的前一刻 美國和日本敲定 要將美日安保條約 擴大到太空領域 美國將保護日本的衛星 還會為日本配備遠程導彈等等 原因在這次的美日聯合聲明 說得很直白 地段首先提及的是中國 然後才是朝鮮和俄羅斯 裡面也提及美國會為日本動用核武器等等 細節的話相信你都看了不少的報導 這份聲明另外值得關注的是 還有說美國和日本 將確保這兩國在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 白宮聲明說 為了確保美日領導全球的經濟 兩國將在芯片、太空、清潔、能源等領域 加強合作 然後確保想法一致的國家的供應鏈彈性 最後還要推進印太經濟框架 英文簡稱是IPAV 不過這個有點妙 我在去年去了11個國家採訪之後的觀察分析 有提過 我在去年中 於日本是見證了印太經濟框架的成立大會 但是在去年底我到東南亞採訪時 明明所有的IPAV會員國都在會場 拜登對IPAV確實隻字未提 更不要說開會推進了 於是在岸田訪問白宮的這一天 美國之音的記者都坐不住了 在記者會上問了這樣的問題 我可以先進入一點點 因為我們沒有聽到這個架子 從這個架子發展開會 所以在這個時候 它似乎還是覺得這個 是最好的提供貸 美国可以供应对中国的交易标准备 我明白这个正确实吗? 所以这也是日本首相到访美国之际 整场记者会唯一一个与日本有关的问题 没有记者关注岸田的访问 因为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是 这期一开头我不是提到日本首相访问白宫 拜登的运气好像就不太好吗? 是这样的 21年菅义伟访美的前一晚 美国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菅义伟踏入白宫之前白宫这样的半旗 菅义伟还要向拜登致哀 今年岸田文雄访美前一个下午 美国司法部任命了特别检察官要调查 拜登在卸任美国副总统之后 带了多份的机密文件 回家或放在办公室没有上交的违法行为 美国总统遭到自己的司法部 指派特别检察官调查可不是小事 奥巴马80日内没有被调查过 之后特朗普因为通俄门而遭遇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那被调查事态之严重 当时据传特朗普还惊呼 老天爷他总统任期是完了 然后他说了脏话 特朗普卸任之后 之前不是也因为带机密文件回家 而被所谓的抄家吗 特朗普也面临了新的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那现在拜登加入了特朗普的行列也遭到调查了 那最新的消息是 是拜登之前的华裔助理等人都遭到盘问跟调查了 那这调查圈将一步步的紧缩到白宫还有拜登本人 那这也导致拜登见岸田时记者都在问这件事 那白宫记者会上记者也都在问这事 岸田第一次访美就这么掩没在拜登的丑闻当中了 我对此也会特别的持续关注 那同时跳出美国的热门新闻 我还将为你关注拜登脱钩的动作 那特别是拜登在当地时间的下周二 还将在白宫迎来荷兰首相吕特 目的也在于芯片 因为与芯片有关的全球最大光科技企业就在荷兰 还请关注白宫意见才不会错过 感谢平安健康